前阵子开播的墨语云间 精彩绝伦的复仇剧情 加上演员们精致的脸庞和精彩的演技 让这部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除了剧情好看 这部剧的歌曲也很好听 其中由菲·詹文婷演唱的《一世聪明》 这首歌曲也是菲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歌曲 它会带来细腻诠释 道径的看似疯癖的万宁长公主 背后充满悲剧的人生 在此之前 菲就凭着唱完诀的主题曲《绝爱》 用它充满故事性的歌声 搭配上聚集的广泛讨论度 让菲狠狠地打火了一把 除了《绝爱》 菲还有一首《维爱》 这首七世吉祥软爱主题曲兼片头曲 唱尽了祥云和初空 经历七世青年的情感纠葛 有别于菲在其他剧集歌曲中的深情演绎 《骨贺腰师录》的片头曲《荒野日》 充满轻快和热血 有种梦回《我要飞》 你的微笑的感觉 除了菲演唱的《一世聪明》 《抹云云间的片头曲》 《关雪》 是由我们的甜心教主 Cindy王心霖演唱 王心霖的歌声 搭配吴景言的演出 一种梦回乘风破浪的时光 王心霖字字句句深情演唱的《关雪》 每每天为脑海中东一浮现 宿国公和阿黎相互住属的画面 早在2018年 王心霖也成为剧集 《哦!我的皇帝陛下》演唱歌曲 《景谦》 除了甜心教主王心霖 我们的流行教主蔡依林 也成为王大陆和丽谦主演的剧集 《狼殿下》演唱歌曲 蔡依林为剧集演唱的《片头曲》 《我是谁》 和《片尾曲》 《导流》 电源教主Angela张少涵 也成为多部剧集演唱歌曲 他用他具有辨识度的高亢嗓音 为剧集画龙点睛 《独步天下》的片尾曲 《传世之爱》 恋爱先生的人物主题曲 《剩下的自己》 《重启之极海听雷》 主题曲《重启》 还有你微笑时很美 推广区 逆着人群奔向你 我们的可爱赵竹 杨成林 也成为吴磊和周宇童主演的剧集 《爱情而异》 演唱《同名片围曲》 歌曲前周一响起 瞬间回到了梁又岸和宋三川 甜甜的姐弟恋画面 接着我们进入下一位 剧集OST大户 他就是啦啦徐佳莹 徐佳莹成为多部大制作剧集 现唱歌曲 一首充满史诗感的《大雨将至》 歌声流露出 《女一鸣飞传》中 刘诗诗饰演的明朝女国一 跌宕起伏的一生 大雨将至满地中 是从前的点光 一首曲风舒服的扑朔 让人马上陷入了春色激情人的氛围中 无论是大型武装剧 扶摇 楚桥传等等 还是现代剧 量身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下之未知 你是我的荣耀 你也有今天等等 都有徐佳莹歌声的陪伴 我很安静陪着你 天生歌姬 阿琳 黄丽玲 同样手握多首大热剧集歌曲 加上她一滴我唱功 让每首歌都非常的耐听 其中锦绣未央主题曲 天若有情 除了瞬间梦回精彩的剧情 这首歌曲也是阿琳的代表歌曲之一 天若有情 亦无情 阿琳演绎古风歌曲特别有韵味 千古绝尘的千寻 七十吉祥的爱情记 都是旋律相当唯美的古装剧歌曲 阿琳的另一首代表作幸福太端 也是剧集奇妙的时光之旅片围曲 不仅如此 电视剧风暴舞 你好火燕蓝 龙城我要逆风去等等 都能听到阿琳扎实细腻的歌声 除此之外 演唱录剧Omisty的优秀台湾女歌手 也包括了 带给我们许多扣人心弦歌曲的阿桑 阿桑成为仙侠剧天花板 仙剑七下转 演唱歌曲一直很安静 我们永远的故离郭彩杰 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我的未来是 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 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女子天端SH的代表歌曲之一 只经人百听不愿的一眼万年 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主题曲 不知道在台湾女歌手演绎的 云云陆菊歌曲中 你更喜欢哪一首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